最新的天氣信息把時間交給余儒 現在中午時間跟昨天相比 尤其北台灣可以感受到 溫度已經有明顯回升 因為昨天其實很多地方都蠻涼冷的 尤其今天清晨 其實東北季風還是持續影響 所以一大早很多地方都是蠻冷的 幸好東北季風慢慢減弱 改為一個偏東風的環境 溫度也慢慢回升了 在大台北地區 台北有22度 而新北跟桃園23度 台中更高溫了 來到27 台南29 高雄31 中南部要注意的就是紫外 很多地方都來到過量跟危險等級 至於水氣的部分 今天水氣也蠻少 只有東半部有一些零星的水氣 所以要提醒大家 請大家好好把握今天相對來說 天氣比較好的時間點 因為明天水氣又要增加了 不只迎封面東半部 還是持續有一些短暫震雨 西半部午後雷震雨的機率也會提高 中南部午後雨勢 甚至會蠻大蠻明顯 而北台灣溫度會再略升 中南部還是蠻暖熱 而最快在禮拜四的晚上到禮拜五 金城封面通過之後 北部又會有短暫震雨 但下半天封面禮乾 東北風增強 到時候天氣又要有變化了 接下來透過亞洲雨圖提醒大家 週末假期的天氣其實蠻不好了 主要受到華南水氣影響 加上會有這個封面影響 所以週末假期到下週一 水氣都是偏多的 天氣相對來說是蠻不穩定的 要到下週後才會趨緩 未來降雨也提醒同整 今天的天氣就是多雲到晴的天氣水氣真的很少 至於明天白天南方雲氣影響 可以看到中部以南 其實很多地方 午後雷震雨就會增加了 至於到明天晚上到禮拜五 清晨到時候封面通過 北部東半部又會有降雨 最後關鍵字部分提醒您 其實今天主要的狀況 就是東北風減弱了 所以溫度慢慢回升 中南部溫度還是偏高 明天水氣就會增加了 最後來關鍵的是各地的溫度 北台灣的部分 基隆台北、新北17度到26度 桃園新竹同樣17到26度 而在中台灣有機會看到陽光露臉 高溫來到27、28度 而繼續往南走 天氣更好了 高溫30、31度 均印封面的宜蘭、花蓮、台東 降機率20% 溫度17度到25度 而離島的澎湖、金門、蓮江 在蓮江的部分溫度還是偏低 只有13度到16度 以上是今天的無間氣象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盡好新聞